好 再來看到民調 還有這是呢 美麗島電子報的一個最新的 2024中國大選追蹤民調 再帶大家來看一看 沙拉喀都的狀況之下 賴清德36.8 侯友宜是9.6 柯文哲17.5 那麼在當中也可以看到 同時政黨民調的顯示 就看到那侯友宜的部分 拿到國民黨有70.8 柯文哲拿到13.4 賴清德部分就1.8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吳子佳就認為說 侯友宜在國民黨支持度 其實在這邊70的話 大概還有20%的成長空間 那同時呢 前立委郭正亮亮哥也說了 他認為說呢 20%以上成長空間就表示什麼 侯友宜要做一些表達 好 侯跟國民黨 本來就是比較少在一起的 因為過去專心做市長嘛 會有這樣的結果就是 過去的努力還沒有到 甚至呢 其實表示過去做的 有些動作還不對 所以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怎麼做呢 就是呢 還是有蠻多的韓粉 沒有歸對的 網路上還有一大堆的韓粉 也沒有在支持 那麼到底能不能呢 全數的整合成功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人就呼籲了韓國瑜 說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是不是出面 能夠整合 包含了郭台銘呢 包含了柯文哲 還有侯友宜等等 不過每天陳輝文 他就說了 認為說這一切的說法 他認為都是在消費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跟這三個人 根本沒有交情 而且如果說要韓國瑜 居中才能夠談 那他認為說根本好 那就不要選了 那麼還有看到大家的意見 有人認為說 因為韓市長是國民黨中政黨員 那因為韓全哪一黨就投哪一黨 以及立委跟政黨是國民黨 但是總統票那可就不一定了 好你可以看到 現在侯友宜在國民黨支持度呢 七十在這個部分 還有二十的成長攻堅 我們先帶你來看 有一些因果是他自己造成的啦 就以前他跟國民黨的距離比較遠嘛 比如說黨中央的決策 我們也很少看到他在發言 四大公投他的立場 選舉的時候他站台的程度呢 這個都會看到目前這樣的一些結果 我認為英國都是相生的啦 你知道吧 就兩層的啦 你會有今天這個結果 當然就是過去你做的努力到哪裡嘛 那比如說韓國瑜上次選 我覺得國民黨內的支持度 是非常高的 他那一年就真的就是碰到反送中嘛 算他倒楣啦 所以年輕人一面倒嘛 那可是韓國瑜那次 國民黨內的支持度是非常明顯 是很高的 所以我馬英九也沒有這種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 那朱立倫那次就比較有問題 因為有一些人就是挺紅袖柱 那在不高興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侯友宜 也不要以為這個是理所當然 這個吳子佳講話 當然是理論上啦 理論上還有二十趴的成長空間 可是我跟你講那二十趴的成長空間 就是你要做一些表達啦 你當然要對你以前的一些 一些動作你要表示說你做的不對啊 然後從此之後你要跟國民黨緊緊在一起啊 這個我覺得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不是說選舉他就自然歸對 不是這樣的 而另外再來看到這份民調呢 這是四卡都的狀況 還有政黨的支持傾向 我們先來看到四卡都的部分 民運黨的賴清德35.3 那麼侯友是8.1 民眾黨柯文哲呢是15.1 還有五黨界郭台銘是1.3 好我們另外來看到 在這個政黨的支持度的傾向 民運黨有36.8 國民黨17.1 民眾黨17.8 但是沒有特別支持的是23.4% 分別來自臺灣民運基金會 還有美麗島電子報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郭董事長說了 因為內外的環境因素 那民運黨支持度呢 已經超越了國民黨 跟民眾黨的加總了 36.8 這個部分呢 國民黨民眾黨加起來 34.9 所以認為說八月份 顯然還是在野陣營的 空前的第一潮期 那同時在國民黨也陷入了 提名紛爭 引起支持者的失望不滿 所以政黨的支持度 反倒是下滑了6% 至於在美島電影報 四卡都的民調呢 我們來看到 在柯文哲的部分 15.1 在這個黃珊珊就說了 臺灣未來不只是下架民進黨 而是該如何來上架聯合政府 絕對不應該只是政黨之間啦 個人之間來談權位的分配 同時郭正亮亮哥 他認為說事實上 在這個柯文哲的部分 民調沒有那麼低 跟侯友宇還有一段距離 現在有點藍白聯合要把郭台銘給擠死了 那麼就是要讓他民調更低 他認為說侯根科想法就撐到九月底 但是是藍白要比較嚴肅的來談一談的氣候 是真的已經有了 那麼在國民黨的黨內人士也就認為說 在看到提出侯敬辦必須要思考如何提出戰略性的目標 還有呢這個金火松金小刀應該要提出具體的勝選方程式 好 根據這個民調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部分 那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主席朱麗倫再次的喊話 應該放下自我少自私自利 他說這不是說在單講誰啦 是因為說在野的分裂不見得會容易民意 那麼前國民黨民主黨李肖龍哲樂觀表示 是九月份 九月就是一個整合的契機 因為民氣可用 最重要的是超過六成以上的民意 是希望下架民進黨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真正的主流 真正的最重要的力量 那大家希望六成以上希望下架民進黨 希望政黨輪替 我們就大家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放下自我 少考慮自己 少自私自利 就能夠把所有的力量團結在一起 我不必暗指任何人 只要任何有自私自利的想法 只有自我沒有大局的人 都不能夠見容於民意 見容於所有在野的力量 大家對於不管是執政聯盟 或者是聯合競選 或者是選舉聯盟 或者是聯合政府 這些名詞上的爭議 但是最重要就是團結在一起 我想這是毋庸置疑的 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在野的人 希望我們是分裂 希望我們是對立 希望我們分散力量 應該沒有 民進黨是希望如此的 我們還是希望 非力大聯盟能夠整合成功 所以希望我們郭董事長要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能夠大家順應民意下架民進黨 我想不必到十月了 九月份我們應該就看到契機了 所以現在整個來講 名氣可用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一生俊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一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一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 最高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再往前進 嘍 負擔 你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